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非盈利幼儿园接牌仪式,期间受访,被问几指就一森。 格特曼称Lower,骗子,提告诽谤,并没有就影射涉入买卖内容及蝴蝶蓝文创负责人吴祥辉提告仪式,柯文哲说,他们也不用难过,该告的一个一个都会告,问题是律师整理需要时间, 总会轮到他就器官移植风波,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仍选择相信柯文哲,对此,柯文哲谨称,他是一届的,又是成大出来的,他能说不相信吗? 媒体追问,赖的说法是否会让大家相信这件事跟民进党无关? 但柯并未回应,只是列大嘴向发问记者前校柯文哲也说,其实在一届都很清楚,这是怎么一回事,这也是台湾整个政治。 不过我们也不能期待国家一次就完全进步,大概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,应该会越来越好。 柯文哲强调,这种医疗的东西有就有,没有就没有,其实他觉得是这样。 有时做政治操作的人,对医疗不了解,所以会自以为高兴在那里打,可是对专业人士,出身一届的人,会觉得哇,这太离谱了,只能说他们选错题目。 另就民进党阵营,普遍立场仍与四年前一致,相信柯文哲的态度。 柯文哲认为,因为事实的真相大家都晓得,但这也是一个问题,医界看来这实在太离谱的东西,在媒体操作下,对医疗不了解的人还是有作用。 但柯仍酸,民进党,还是有些人灵魂交换至于对格特曼只告骗子,不就指控内容提告的部分。 柯文哲强调,该告的一个一个都会告,而吴湘辉要控违反医师法方面。 柯仍说,这个就是这样,他也不要急,总会轮到他的。